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坝州在三峡大坝上游 且中国官方已连续下达31天暴雨预警 当地的水库及三峡大坝 日前才泄洪驻岛 而泄洪水已造成下游以昌市 及凤凰古城全程淹没 与世未停 昨天在传重庆大淹水 山体滑坡淹掉高速公路 整个长江沿岸都陷入洪水恐惧中 三峡大坝安全问题 已经受到多方关注 而溃堤之说 一直甚销沉上 但遭中国官方博士 不过 已有数位水利专家提出警告 三峡大坝溃堤危机之一 就是上游发生地震 山体滑动 而今 专家最担心的事已经发生 第二个新闻事件 是中国外贸出口形势严峻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日 专门召开会议问外贸 他认为 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 对此必须有充分估计和准备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虽然防疫物资出口 蓬勃增长 但中国五月的外贸数据 依然受到多种因素拖累 出口游升转降 进口则继续受凉价 双重打击刷新于四年最低 主要体现在 一是 欧美疫情回升 外需冲击对中国外贸冲击最大的 依然是外部需求的疲软 欧美疫情汹涌的国家中 很多都对中国保持逆差 大范围的封锁措施 使商业活动基本暂停 大量外贸订单取消 中国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工厂面临一个特殊困境 春节后努力克服国内疫情 逐步复工复产 但却赶上海外疫情的高点 外国订单大幅减少 五月 美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英国等一批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逐步放开限制措施 经济进入复苏通道 这对中国提振外贸而言 无疑是好消息 但六月中旬 这些国家大多迎来疫情的强烈反弹 以美国为例 虽然五月似乎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但六月开始一周内总体病例数增加了25% 其中 六月二十四日 一天新增病例就超过三万六千例 与四月二十四日的最高单日记录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六例旗鼓相当 澳大利亚也报告了两月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的记录 本周一 澳洲人口第二大洲维多利亚州表示 正在考虑重新实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 德国北莱因到威斯特法伦州对两个县再度实施限制令 这是自五月德国全国解除限制令以来 首次重新在德国任何地方实施封锁 二是 与印度 澳大利亚外交关系紧张 阻碍贸易不久前 中印两国发生边境冲突 二十名印度士兵死亡 事件使印度国内掀起抵制中国获得呼声 上周 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称 印度主要港口清奈的海关扣押来自中国的船货 进行额外检查 对中国外贸形势而言 此举雪上加霜 印度每年对中国的贸易额超过880亿美元 逆差超过530亿美元 中国是印度保有最大逆差的国家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澳大利亚 由于后者呼吁新冠病毒源头进行国际调查 中澳之间的外交关系持续恶化 中国作为报复禁止进口部分澳洲牛肉 并对澳洲大麦课征高关税 三是 与美国交物 阻碍中国科技企业出口 从5月到6月 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发起多次限制措施 美国工业域安全部5月15日宣布 要求厂商将使用了美国的技术 或设计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给华为时 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 即使是在美国以外生产的厂商 也不例外 6月24日 美国政府准备将20家中国企业认定 为由中国解放军支持并控制 名单上除了风口浪尖上的华为 何以登上美国实体清单的海康威视外 还包括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美国媒体报道指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熊猫电子集团等公司 一榜上有名 四是 北京疫情回升 冲击农产品贸易 中国在疫情逐渐平息 经济逐步恢复之时 也迎来疫情反弹 自6月11日以来 北京发生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 报告本地确诊新冠肺炎 病例超过200例 巴西农业部本周一表示 在巴西媒体报道一些对华出口企业的员工出现新冠病例后 中国海关当局最近向巴西询问了这些企业的情况 之后应担心新型冠状病毒 中国海关总署暂时禁止 从巴西三家工厂进口肉类 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大豆进口国 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认为 巴西谷物出口商不应向中国保证其货物 未受新冠病毒感染 因为这将需要进行广泛的测试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加大农产品进口的审查力度 可能造成受影响国家的报复性反应 尤其是中国正在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采购条款 经济学家经常把投资 消费 外贸 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加工贸易快速发展 每年出口的增长平均是GDP增长的1.5倍 外贸成为三驾马车中跑得最快的 2006年货物和服务出口 在GDP中的占比达到峰值36% 但金融危机的来临 让这一数据在2009年暴跌到24.5% 中国被迫将经济的动力转向另外 两驾马车 投资和消费 2018年时 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已经稳定在19%左右 出口这架马车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俄罗斯修宪公投热幕 俄罗斯修宪公投落下帷幕 为了给现总统普京继续长期执政扫清道路 克里姆林宫大力动员 以确保公投最终能以绝大多数赞同票的结果而宣告胜利 从而为普京继续在克里姆林宫执政至2036年打开绿灯 同时打破现代俄罗斯国家元首统治期最长的记录 俄罗斯总统普京 打算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 对宪法进行改革 以延长其统治 这一打算如愿以偿 根据来自该国东部地区投票的初步结果 参加今次公投活动的选民人数 超过70% 结果毫无悬念 官方民调机构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结果显示 75%的选民投了赞同票 克里姆林宫的另外一个目标也成功实现 国家选举委员会估计参议率已经超过了55% 俄罗斯宪法修正案中 最重要的内容 是于去年3月提出的 允许普京参加修宪后的2024年总统大选 实际上是将普京现任总统任期数量清零 普京有望任职总统至2036年 届时 他的年龄将高达84岁 第四个新闻事件 是英国允许300万港人申请移民 港版国安法生效后 英国表示将信守承诺 负起对香港人的责任 英国宣布允许300万香港人申请移民英国 英国首相约翰逊7月1日 向英国国会表示 中国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 明显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这侵犯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 并威胁了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 对于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受到侵蚀 英国将信守承诺 提供帮助 约翰逊说 英国已表明 若中国一意孤行 就将另辟新入境 让具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人 得以入境英国 并授予他们有限居留许可 让他们能在英国生活工作 然后申请成为英国公民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一日也在国会下意愿宣布 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持有人在英国居留的实现 由六个月延长至五年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 英国为香港人推出的一项特别政策 虽然目前只有35万人持有海外护照 但根据英国政府数据 有约290万人符合申请资格 拉布表示 新规定将容许300万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 拥有在英国居住和工作的权利 居英五年后 可以申请定居身份 在12个月 可申请成为英国公民 英国政府指出 这项决定 适逢香港主权移交二三周年 也实现首相约翰逊先前承诺 拉布说 有鉴于我们对香港人的历史承诺 这是英英目前特殊环境而制定的特别方案 所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 以及通常定居在港的眷属 都可以申请 没有限额 今天的言归正传 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 点评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